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这是韭菜 这是我平常吃 最喜欢吃的韭菜了 这个很好吃 对肠胃好 大漂亮 大漂亮 它在那边 妈妈我来看 妈妈 我来看你 我还在干活 哇你干了那么大一片了 对 还在弄我把这张草要除掉 他让你把草除干净是不是 对 那一片也是你弄的是不是 对 我把这些弄完的话我就可以回家了 怎么看一下大漂亮好不好 但是我把这些弄完的话就可以回家 他说的吗 嗯 然后我就弄 是不是弄得很干净 很干净 我把那个草除掉 你还挖了紫尔根 嗯 等下回去290 我打算往南北人 我们一起住人去 这样吗 我摄像头怎么转过去 这样 干净吧 这些都是你弄好的 是不是 嗯 这些是没弄的 下面那个也是弄好的 是不是 他说把这个 这个是豆吗 这个那个什么 嗯 豆大豆 他说把这个草要除掉 对 你累不累啊 再弄一点这一点点就可以回家了 你累不累啊 还好 其实真的好累 我好想回家 知道不 但他对我好凶哦 哈哈哈 老师说 啊你把这些弄完就好了 弄完你就可以回去了 怎么怎么样 我肥肥死了 谁让你多怪你自己去摘人家的 我都已经帮了很多忙啊 那他还飞天一起抓住我不放 弄 还骚扰我真的是 你不知道 这姐姐感觉他喜欢我一样的骚扰我 怎么骚扰你了 他就说 嗯 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结婚了吗 你多大了 我还没结婚 怎么怎么你觉得我怎么样 什么我这里有好多好多地 有很多很多吃的 嗯 怎么怎么样 他说我是这里面的地主 他说这样子跟我说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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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他呢 他人呢 他没盯着你吗 他刚刚还在这里的 结果一会儿就不见了 可能他肚子饿回家做饭了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吧 他今天干了第二天了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 解放了 哈哈哈 弄得我 真的是 多怪你自己谁让你管不住嘴吗 看看就可以了吗 你还 你还要去摘你 关键你吃了就无所谓 你还把人家都撇断了 我都跟你说了吗 他就是故意的 你知道吗 我前面明明有一个两个男的 一个 不是啊 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在那里摘的 嗯 人家在那里摘里吃了 走了 我心里面想那我也可以摘这呗 对不对 以为是野生的吗 嗯 我就过去摘 哎 突然间冒出一个这么出来 说啊这是我的 怎么怎么你为什么在这里摘 都这样子对我莫名其妙的 我告诉他是故意的 可是我又没有证据 然后他说我说那几个人你为什么不管 哈哈哈 他说这是不管你的事 对 但是 但是还看上大漂亮了 哥哥姐姐们点点赞啊 18万点赞了 破20万 嗯 我觉得我现在倒没到家了 来你看 来哥哥姐姐们聊一下 他们都说想你了 几天没见你了 我本来 hello 哥哥姐姐我好吵 今天我都没有打扮 我本来想的要走掉的啊 就是害怕他会找你麻烦 我就没办法 我就真的皮地皮地的干 又冷又累的 弄的你看我的手全都是 你说是不是很过费吗 这个人 明明我前面有两三个人在那里 他都不管飞鸟抓我不放 他就觉得我长得好看怎么样 哈哈哈哈 不明其妙的 还有哥哥姐姐说 他说 你嫁给他 他就 就有天天有吃的了 我嫁给他 哼 我嫁给他 世界上男人都死光了 我都不会嫁给他 好丑的一个 又是酒鬼一个 又长得又丑 又不要脸那种 很过分的一个人 嗯 天天骚扰我 嘴巴还口 臭呢 你怎么知道人家口臭 大哥在我旁边啊 在我旁边啊 在我旁边他就说 你不累啊 怎么怎么样啊 假嘻嘻的那种很过分的 哈哈哈哈 说话的时候 哈哈哈哈哈哈 就这什么就这样对付 他干 世界我说说了 世界上男人都死光了 我都不会嫁给他 真的他很过分的 嗯嗯嗯 好像你被晒黑了哦 对他漂亮最近黑了的 哈哈 我一直在干活 我以前在家里面 我都不用干 在我那里也不用干一天 是不是 对那我就玩一玩 嗯嗯 随便找点 找点野菜就可以了 哎 真的烦死了 哈哈 我本来我今天想跑回家了 嗯 但是我就想就是想的 他会找你麻烦 怎么了 所以我就想算了 反正再忍忍 明天就过去吧 好 你如果你那天跑了的话 他绝对来找我麻烦的 我我最后只能这么想的 哎锻炼身体吗 就是当做减肥吗 怎么样 不然我也不想干的 村里都没人敢得罪他的 你以为你还去在 人家的梨子 刚刚还好 他老师问我 想不想吃这个东西 想不想吃那个东西 他还给我蘸梨子了 说 啊 现在想吃的话随便扎着吃啊 反正一大堆的怎么 为什么呢 之前吃了的话就不行 现在吃了就可以了呢 谁知道他呢 可能 可能我我上来的原因 然后他应该被我感动到了吧 我一直帮忙一直帮忙 我都没有说什么一些 嗯有可能 爱情我干活也挺厉害的呀 他只干一点点 我就干了很多很多 老官贵有钱大漂亮嫁给他 哥哥姐姐们说 让你嫁给他 但是年龄相差太大了 不行的 人家都可以当我爸爸的了 还嫁给他 你爸爸多少岁 要不你们嫁给他 我爸爸不是啊 那差不多 不行 还不如让他去直播间里面 你们有没有关过 你们就是那些阿姨们有关过的 还不如把介绍给你们算了 你们如果那么喜欢他的话 我难为其名 就送给你们吧 哥哥姐姐们点点赞 谢谢了谢谢 太冷了最近 天气确实比较冷 来你跟哥哥姐姐们聊一下天 我来给我帮你干一下 谢谢 那你干着吧 我刚刚做的好累哦 我已经除草除的除的好多好多 你要这样弄的话就快一点的 嗯 你看你这样翻一下就特别特别好的 天呐 好厉害啊 这姐姐姐姐 对这个样子 那边都是我弄好的 这些什么 这些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都来着 把这些草要除完 你看他那个草 草好多呀 那里有 有一个 是吧 那那个老乖乖他是不是没有钱 换起别人的话 他们应该去改善 买那个除草的那种药 就没有那么辛苦了 他没不起 然后懒一懒 自己也不干 然后非得要抓着我 让我干 他可能就是欺丸 怕硬那一种 那几个人他就不敢说 我们村里没有一个人敢得罪他的 就你一个人 我也不知道呀 我也不认识呀 我们村里我告诉你 别说女的 男的都不敢得罪他 真的是乌鱼死的一个 他别人说话很温柔的 我一直说话很温柔的呀 但是有时候把我气得要命 知道不 他刚刚一直 真的感觉好 死不要脸的那种各种 我说话各种我说话 然后现在他又不知道 跑到哪里去 可能就回去做饭怎么的 他还刚刚说 啊怎么怎么样 我这个人挺好的 我又有钱 家里面又有很多很多地 你想要什么 我都给你买 他就这样子跟我说话的 你没说 那你有没有要 你有没有要人家的 我都想那 他就是吹牛的 他怎么可能 他就只有一些地呀 他就跟我说他很有钱 他存款了很多很多 他就是现在只吹一个女主人 怎么怎么样 他这样跟我说话 都关过了四五十年了 那他有没有钱吗 他有没有钱吗 他跟我说 他家土地是有的 他家土地很多的 因为他爸爸以前是 比较厉害的 他说他他说他 卡里面存了好多很多钱 可以在室里面都买两三套房子 他就这样跟我说 然后说嫁给他的话 我都不用干活 他肯定是骗你的他 他应该也没有那么多 没有吗 但是土地是多 他家土地的话 我也觉得很多很多 是的 他就这样子跟我说啊 说啊 反正你你就嫁给我 我就以后不要让你干活 也不要让你上班 怎么着 他说让我直接在家里面躺着吃饭 然后他给我买很多很多东西 我想要什么他都给我买 反正他这意思就是我什么都不要干 那样子 然后说怎么样 我说我就我就不好意思直接打面拒绝吗 说啊 哎呀我们两个慢慢来慢慢来 我们现在才认识多久啊怎么怎么样 我就只能这样子说了 你不要给别人希望 你给给他一点点希望 他以后就追着你不放的 那我怕呢 我说不行 你打得那么成 我怕他打我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吗 所以我就只能这样子 管他呢 我明天做完了 我就跑回家就可以了 反正以后相思不玩了 是什么 我都不认识他的 你们说对不对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对对对 你们说对不对 我只能这样子呀对不对 他他真的很会吹牛 我只能这样子我怕他又就是这个样子 我怕他会凶我会骂我 我就只能这样子了 对吧 我是不是很聪明 很很会自己脱单 你看我在他这里我都长痘出来了 妈呢我真的好黑呀 我现在变成 我头发到处都是子耳科 可可姐姐们好久都没有洗头 我这个放在那里等一下拿回去 用土豆吃 而且很好玩啊 特别香那种 弄得我真的 这是一次教续 以后我再也不敢那样子了 真的 对你以后不能这样子 你没经过别的 我也想吃 但是我不敢 因为以前我小的时候 我爸爸就跟我说的是 拿人手短 所以啊 那天我不是真的 我那天我一起去 我不想拿的 就是那那些那几个人 他没在那里摘 那谁知道他就抓着我不放吗 而且他那个 又住到那个地里面 不是住到他家门口 他住到那个很远的一个地里面 离他家里面有点远的 然后我以为是没人要的呀 怎么样那样子 怎么可能 人在人家地 地上面怎么可能没人要啊 但是他就说他就说现在这样子跟我说的 他说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但是不要摘 你直接在那里可以吃 等一下我们两个把这个弄完了 我们两个一起可以把它摘吃了 我不敢吃吃北部吃怎么不敢吗 我不敢 我都已经帮他干活了 现在我吃的是天经地义的呀 明天还有一天 明天还有一天我知道呀 是吧 反正他叫我吃的 我也把他干活了 真的是 大片来没化妆挺好看的 没化妆好看我都愁死了 我就是故意的 我为什么不化妆你知道吗 因为我就这样子吓死他 我我觉得我太漂亮的话 我感觉他对我非非之想 那就太可怕 那就太可怕了 所以我就故意这个样子 我就故意很邋邋遢遢的 在他这里干活 看他让他嫌弃我 然后让他嫌弃的 我看不下去让我滚那种 但他还不让我滚 那是真的很过分的一个人 我就是故意的 你们说是不是 因为我太漂亮的话 他会不让我走了呢 他又找各种借口 就是故意让我每天的在他这里玩 然后他每天的想看着我 我还是我还是那种 稠一点给他看 但偏了真聪明 对吧我也觉得我真聪明 谢谢 你们夸我真好 对不对 你们跟我说我要怎么对付他 然后才能让我走那种 脸上抹点泥巴更好 哎 但是我在今天都已经看到我了 没必要了 现在抹不了了 对哦 那我明天就抹点 抹哦 我知道了 我明天就抹点那个 我的那些眼也就是有一个黑色的 把那个抹在这里 故意说很黑的那种啊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好好干干我回家 对好好干干我就回家 然后我再也不来了 真的太过分了呢 哥哥姐姐妹子耳哥 哇太好了 这个这个都很像已经都闻到了 快点那个锅燕子灰 锅燕子是什么东西 哦 那个锅上的那个灰吗 他骗了解肥了吗 怎么瘦的好多 没没有减肥 就是来这里被受苦的 受苦受累的 他们天天让我干活 我昨天的出汗 我今天起来的时候 有点腰酸被疼的那种感觉 可能很久很久没有干活的原因 应该是 绿衣笔什么绿衣笔是什么意思啊 嫁给老哥哥你可以做老板娘 你来嫁给他好不好 你来嫁给他 然后你来做老板娘 反正他家地很多的 这个机会让给你吧 我的话还是算了 我配不上他 差不多干完了没有 他给跟你说什么时候可以干或者 没有他没说吗 但是反正他差不多是可以回家 嗯 那我们回去吧 现在的七点 我们先去挖的 挖的之后都给你带着去 对下班吧 你看你今天他今天七八点 你今天几点起来的 我今天七点半左右 然后他就他不是在那里叫吗 嗯 干活吗 我接下来才还等怎么样 那我就干了 哥哥姐姐好 给哥哥 你看哥哥姐姐随便挖一下 哇 你看我刚刚随便挖了一下 就挖了这么多子耳根 鱼心草 哇 好香啊 这个的话 这 自己就是自然的长的 所以就特别特别的香 不会不像在外面买的那种一样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野果啊 这是野果啊 我摘几个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野果可以摘的 不用经过别人允许 因为这是野生的 这是我们随便 有没有吃过这个 这是可以吃的 天黑了 对天黑了 天快要黑了 我们两个还要下去了 走吧大漂亮 我先把这个弄好 不能等一下那个又回来 他说他把他的椅布给盖住 就不好了 哈哈哈哈 他漂亮便懂事了 这根是好东西对 去去试试 嗯酸吗 不酸甜的 只是里面有籽 里面有籽要有 而且我这个手脏 所以我 你看这是野的野生的 可以那就等大漂亮把那个弄好 这是玉米 嗯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 没有加粉丝团的 给阿家加个粉丝团 这个隔空团啊 这样的话以后 嗯阿家的话第一次 我们直播的话 你们也能看得到我们了 嗯什么砂糖果 不是砂糖果 这是自己长出来的 冷吗很冷挺冷的 然后呢 再给你们看一下我们 梨好不好 但是这是别人的 我们家的梨的话也挺多的 这个梨的话 你们外面买不到梨 你看 都是自然的长的 我们这边的啥都没有 就是水果多 就野野生水果比较多 特别特别的水分特别特别的足 你们看 这个还没长大 这个是八月七月 七月底八月份就可以吃了 然后到时候 嗯 我就 阿家就把 多摘一点梨 多摘一点花椒 还有核桃 然后呢就 拿个纸箱给叔叔阿姨们寄过去 好不好 嗯运费的话 我我以为只要几块钱 但是他们说的话是 一公斤的话 就因为我们这边是山里嘛 寄过去要15块 他们说 有些的话是近一点的话就12块嘛 就在四川的话就是12 外地的话就是15 所以到时候 你们也知道阿家的话现在没有多少钱 只有13万 嗯 所以我的钱也不够 因为我也要自己留点钱 嗯 所以的话到时候 运费的话 哥哥姐姐自己出 嗯 要不实在不行了 因为我那天算了一下 2万单的话就是多少钱了 2万单的话他们说是 30多万了 嗯 32万大家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到运费你们 对运费的话 你们自己出 没的话我来摘 花家我来摘 上海给你们寄过去 好不好 看不见 听不着 想不成 摸不到 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一只 勾一杯酒 一夜